为了修订载客船舶的收费标准 日前在水社区龙凤公集会所 办理日月潭船舶营运法规座谈会 南投县观光处长王元忠表示 订定此法案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船舶的游壶品质 以及游艇业的公平竞争 就是要改善现在票价凌乱的现象 我们订票价是希望是维护一个票价的秩序 以及游壶的品质 那对目前票价比较凌乱的现象 也能够再来改善 那对这个日月潭的这种景观的形象 特别是旅游的形象也会有大幅的一个提升 以往的票价起伏不定 使同业竞争恶性循环 票价没有一定的标准 要几十年来 我们这日月潭船舶的价格 都一直恶性的卸价竞争 原价三百块都杀到一百块左右 这个是都没办法生存 甚至还降低来卸价竞争 这样是很不合理 对我们业者来讲都也是很难经营的 来到日月潭就是要搭游艇 所以环湖品质与安全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为良好的未来进行铺路 那我们日月潭的游艇 确实也是我们日月潭相当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未来我们希望操作一个很良性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让我们这些传播业者都能够有好的这样的一个经营 跟服务的这样的品质跟环境 经过这次的座谈会结束 将会提交这份草案给县政府 并交由政府来定下法案 一旦法案生效 若有发现违规必定重罚 今天经过这个讨论之后 以后当然政府要发挥它的公权力 对违规的这些业者 都要严以取缔 今天经过这个讨论之后 我们这个草案就会正式提交先议会来做讨论 这等于一个定局 今日的座谈会圆满结束 将传播的票价标准定制法案 不仅能让游艇业者有公平的竞争市场 更是让游客能有良好的搭船品质 记者陈建桃、于池采访报道